商朝人非常重视祭祀和礼仪,强调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敬天法祖观念。 然而,商朝人的思想观念并非完全等同于儒家思想。 商朝文化以神权制度为核心,强调天命与祖先崇拜,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司马迁在评价咒王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因此,他将商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咒王不修德。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商朝灭亡的原因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在评价咒王和商朝灭亡的原因时,我们需要更加客观地来看待它。 1.自然气候变化 商朝末期可能正处于一个气候周期性变化的干旱期。 竹书纪念记载,文丁三年,环水一日三绝。 国语周语记载,西洛节而下王,河节而商王。 淮南紫澳甄讯云,戴至阴咒,挠山崩,三川河。 文中的文丁就是商咒王的祖父。 商朝统治地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一地区的气候受到季风影响显著。 根据研究,在文丁道昼王时期,季风减弱改变方向,导致降水减少,进而引发干旱。 商朝统治区域地势西高冬低,河流众多,但湖泊和沼泽的蓄水能力有限。 在干旱年份,河流流量减少,湖泊和沼泽干涸,加剧了干旱的影响。 商朝末期的土壤和植被状况,也对干旱的发生和加剧起到一定作用。 根据殷须出土的人骨骼样本也可以看出端倪,其中所采集的样本中,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缺铁性贫血的症状。 且根据牙齿骨骼样本分析,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牙幼稚发育不全的问题。 这些数据可以判断出,当时殷商居民的国民身体素质处于一个较差的状态,这也将导致其军事上的衰弱。 二、征伐东夷,耗光了商朝国力。 昼王当政时期,东夷主要生活在现今的山东、江苏一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力逐渐强大,并不断向商朝的统治区域靠近,对商朝的边境安全构成了威胁。 东夷其地理位置和实力,使得商朝不得不进行多次征伐。 甲骨文中多次提到人方因为商朝语言中,人的发音为因他的发音和仪是类似的。 这就是东夷方国的代仇。 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名文中,也有关于商朝王征伐东夷的记录。 例如,小子冯有名文就记载了商帝新时期的一次征伐行动,其中提到了对东夷的征讨和赏赐。 小子冯有的名文大致内容为, 以四,子令小子冯,先以仁与锦,子光商冯备二棚,冯用诈母心仪。 在十月二,追子曰,令望仁方。 在十月二,追子曰,令望仁方。 这句话是在记录一项与仁方这个地名相关的命令。 很明显商朝末年仁方成为了商王心头大患。 商王是贵族上上下下心心念念的就是仁方的事情是第一要事。 从这件珍贵的青铜名文可以管窥一报。 商王是甚至因为不断征伐东夷导致内部国力国力空虚, 需要笼络西北方向心心崛起的势力。 也就是周仁集团。 周仁的首领和贵族也娶了不少商女为妻。 例如,周文王的父亲纪律就娶了商人女子大任为妻。 据《诗经》《大雅大明》和《周一泰》等文献记载, 商王帝曾将妹妹嫁给周文王姬娼。 这一政治婚姻显然是第一想用血缘纽带维系商周之间的臣服关系。 此外,周文王还娶了有绅士女为妻, 这也是周仁与商人联姻的重要例证。 正是因此,商王室放松了对周仁的防范, 任由周仁势力做大。 毫不夸张地说, 商王室对东夷的征伐是导致周仁最后灭伤的重要推手。 三,商王室内部政治斗争平仁。 商王朝在周王时期, 出现了剧烈的内部政治斗争。 首先就是商周王继位不正。 商周王有一个同母树兄威子启, 因为威子启出生时, 他母亲还不是商王正妻, 所以只能算数子。 而商周王出生时, 其母亲已是商王正妻的身份, 所以算是嫡子。 最终由商周王继承了商王位, 威子启因此对商周王并不信服。 毫不意外, 威子启最终投奔了周仁。 西周著名的青铜汽史墙盘, 就记载了一段商墨移民投奔周仁的历史。 明文后半段, 史墙叙述家族的历史。 原来,家族的高祖是商人威史家族, 在商墨投奔周王朝, 周武王请周公蛋为他安排了住所。 之后, 威史家族的历代族长都在王庭中任史官, 常伴天子左右, 得到了王室的信任。 笔干作为周王的叔父, 也在政治斗争中被处死。 而商周王的另一个叔父姬子, 则在政治斗争中被商周王囚禁。 周武王灭伤后, 释放了一大批周王关押的政治犯, 其中就包括姬子。 姬子也得到了周武王的重用, 参与建立了周朝的许多典章制度, 包括后来周代的三公九卿制度。 可能有人产生了疑问, 周王对待自己的王室至亲如此, 那他对待一般臣民如何呢? 其实恰恰相反, 商周王在使用人才方面不拘一格, 可以说是为财事用的典范。 我们从上古的史书中可见端倪, 上书中周武王宣布周王的罪状, 其中一条是婚妻决疑王父母帝不用。 可见, 商周王在国政的实施中, 与王族成员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史书记载, 周王重用了一些地位较低的小臣, 这些人在商王身边形成了附属团体, 虽然人员构成复杂, 但大多数都是出身较低的人。 周王通过重用他们来摆脱旧贵族的限制, 推动政治改革。 周王在用人时并不拘泥于出身和地位, 只要有才干, 即使是奴隶或战犯也会得到他的赏识和重用。 这种用人理念, 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但也因此导致商朝内部既得利益阶级的王族 与新兴势力的小臣阶级无法调和, 导致内部不断内耗, 甚至发生了类似史强盘的主人的先祖, 投奔周人的事情。 这样的势力恐怕不止一起, 其中, 商朝内部的虚实可能也由投奔而来的商人传递给了周人。 周人可以轻易地了解到商朝内部发生的矛盾, 而制定减商之策。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 此时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儒家强调道德、仁义和理智, 认为君主的德行对于国家的兴衰至关重要。 因此,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将商朝王的失败归因于他的道德缺失。 在司马迁之前, 中国的历史书写就有着重视道德评判的传统。 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被置于道德的天平上进行衡量, 而君主的德行更是评判其统治成败的重要标准。 所以, 导致了我们对商朝王的失败的原因产生了误导。 根据本视频分析, 可以看出商朝王的失败, 一部分是由于天灾, 一部分是由于人祸。 但是不能否认商朝王他是一个有开拓进取, 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君主, 可以算是一个商王势中的异类, 一个明君, 可能因为他的一些政策比较超前, 所以导致后世对他误解了两千多年。 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可以点击关注收藏,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